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树后边怎么露一胳膊 哎呦 还有俩猪蹄子呢 牛牛你背着我吃什么呢 哎呦 南姐 吃毒山 没有 我都已经准备了一个猪蹄 这个给你吃 哎呦 真的吗 这我也没洗手啊 那我先替你放肚子给吧 来来来来来 不是 把手套给我 没事没事 你既然送给我拿 让我拿好拿好拿好拿 不是 我得批评你一下了啊 偷是心非的女人啊 不是不是 人家见面都送个花送个啥的 你这送我一大猪蹄子这几个意思 哎 你不懂 这猪蹄可比鲜花要使手 猪蹄还满满的胶原蛋白 吃完让你重回十八岁啊 哎 我才十六岁 多了两岁对不起啊 你这小嘴这么甜 这猪蹄我就收下了 但你知道 这猪蹄为什么做的这么有弹性吗 有讲究吗 那必须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信仰的老张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奥秘 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功力 一般人很难做到香糯贪崖的口感 张建成 既没有寻先问道 辩访名师 也没有匪夷所思的奇遇 全凭祖传的心法日复一日的练习 在信仰 卤猪蹄是最具街头气质的下酒菜 皮的滋味 筋的弹性 一口撕扯下来狠狠咀嚼 再整口白酒 这就是信仰人的日常 哎呀 我全有四十多年 我今年是五十三 十二六十年 哈哈哈哈 想要满足老师克的刁钻牙口 除了需要百年的传统技法外 还需要充沛的体力 我爸也是初始 不满足贤壮 就想啊 想把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开个小食汤应该 有人来烹茶 张建成 信仰最自律的餐饮大咖 拥有四个高档饭店 每天无论多忙 他都亲自把关 滤制猪蹄的每一个环节 四个饭店 一天消耗几百斤 显然充沛的体力是必不可少的 哇 你们今天这辣椒罐好点 辣椒罐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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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自己整理菜 辣椒罐了 好 我到前面再看看 好好好 老张是个有追求的人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一般都会去山区里的农贸市场 挑选上等农家黑猪肉 这种大别山里出来的天才地宝 既有家养土猪的岁月风味 又有小乳猪的细嫩口感 这种跑山猪只能到大别山里的农贸市场 才买得到 他这个肉比较厚 表明他在豁肚的时候 他都比较健壮 皮有贪心 这种薯鸡出来了以后很好吃 这样 我们皮盖可以 你要有点皮盖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买回来的猪蹄 还需要再次手工脱毛 卤猪蹄 这种美味比较大众 想要做好拼的是细节 脱毛的环节 严格按照传统手艺的技法 活开猪蹄 藏在指缝间的白色毛囊 腥味醉重 看似无害 后患无穷 再费功夫也要去个干净 花椒用盐炒出香味 均匀地涂抹在猪蹄表面 反复揉压 使盐与肉充分地接触 在那个煮汁是盐制24小时 第一道炒水 炒水里 然后我们下炉 卤药 是卤猪蹄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也是张建成蜜而不宣的绝招 三十余种香料 精心配比 分毫不差 卤料的配方 是张建成的爷爷定下的 一百多年从未改变 老汤中放入猪蹄和大料包 用盘子压住容易入味 卤猪蹄 讲究微火慢卤 半煮半泡 火候的把握极为复杂 火大 老师终于过去了 煮好的猪蹄 酥烂香糯 淋上蒜泥和醋 解腻提鲜 趁热四咬 口腔里面充满胶原蛋白 油脂在牙缝里流窜 又香又痰 口感奇妙 看到这色彩斑斓 变化多样的菜肴 你会发现 总有一种食材霸占着屏幕 不错 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 鸡宫山下 有一个百年古镇 这里的人们依然使用最古老的方法 制作远近闻名的柳林帝锅豆腐 我两个啊 我两个小时候一会儿弯呗 再一会儿弯呗 我这都是这些弯 没点儿弯 在宫秀有说有笑的同时 身边的丈夫陈基民一直沉默 因为家长里短与他无关 只有制作豆腐才是他的课题 现在的人都喜欢机器的便捷 而陈基民仍然偏爱石墨磨出的味道 人家整天休息我们的柳豆腐 给他看适当样 门子在吃完他还在炒 等吃完了门走了 他们才吃 滤掉豆浆中的残渣 倒入地锅中 一锅旺火煮沸 接下来就是奇妙的时刻 熬出的新鲜豆浆如不搅动 会形成油脂皮层 也就是豆筋 精于算计的豆腐坊 一般会把最香的豆筋挑出来丹麦 而实在的陈哥 却从不动这个心眼 奇妙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奇多了你 你豆腐啊 这个口感啊 一个口感 那个质量 那个人性 都很少了 下面这道手工泼豆腐的绝活 你只有来到信阳地区才能一读 你也不知道 你的这道菜 也只是比较大 你一定会把豆腐的污蔓 都穿着 你不在乎 你也不在乎 你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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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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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